什么时候跟我外孙开过小照 那时候我每天忙得要是我还跟我外孙开小照 我跟我女儿带了半学期外孙 是怎么的 我女性因为不在了 孩子多大的时候不在 两岁 他在这叫嘛 他送那个孩子过来是怎么的 他就是去找了一份工 他有时候要去出差 他就说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他就打电话跟我 然后我还是跟他们说了 他们说可以啊带过来 刚开始带过来的时候 我有了就说了就 他还是蛮信心 还是蛮深重我的外孙的 还是去接啊送啊 后来就不高兴了 第二年女儿就把那个工都死了 把那个孩子带过去了 照顾也是那一个阶段的 对 为什么他会觉得你是偏心的 他就是不高兴 我拿了五万块钱 跟我女儿买车呀 但是买车是他们先买 然后我女儿后买 我拿了六万块钱跟他买车 我女儿啊 我拿了五万块钱跟他买车 我老公叫了两三次他才给钱 他女儿准备叫他就把钱打过去 他女儿买车了 我老公跟我说 你天天说我妈妈这不是那不是 他肯定不给钱啊 你老公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对你有意见 对 应该是我婆婆在我老公面前说了 我不好吧 然后我老公后来就从来都没有半点 想宠着我的感觉了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 你认为我在那里 我儿子回来说了什么呢 你自己想想你的脾气是什么样 你拿钱就拿钱嘛 为什么赵王春为你两三道你才拿 而且你应该在他面前说了我什么 他是给了 但是叫了好几次 不过这边是不是太冤枉了 又出了钱 结果还没落着好 对呀 我去年还跟他们买了房 我还挣了几万块钱账 我不要他们还 我们自己还 这个事情上他们对你们是感谢的还是 抱怨的 他是这样认为我买的房 跟我女儿买的 我也不知道他给谁买的 现在的名字是他们的 住着是他女儿住着的 也可能是给我们买的 要是哪一天生气了 他也可能过到他女儿名下是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绝对不再跟我女儿 女儿也不会让我的 你是不是